这边都有点灌木下了 这家伙是5月3号的预产期 现在还没什么反应 估计又推迟了 推迟的话 90% 都是下小公主 之前下的那栋木楼 牛肚也有那么大了 那边那一头 这两边的南银全部关门了 这小牛肚 也挺大的 其实要转上去了 这个棚 它比较舒服 因为我后面有个池塘 挺大的 大家的这两个运动场 都挺大的 所以想让这些牛肚到这里多关一段时间 运动场大 他们 住的也舒服 到外面晒太阳一旁 上面呢虽然有一个运动场 但是不大很小 没有这里舒服 特别是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嘛 像这后面有糖 下面有个池塘 这里面呢 舒服的很 特别是南风一吹稍微有点风那个水风就吹进来了 这下面这个蓝的温度啊 比上面的蓝最少要 低个 两三度 所以这些牛肚 到这个来 我个人认为啊 比上面绝对要长得快 但是过段时间也就没办法了 这个月还有几头要下 到时候就把这个大一点的就先转上去 像我这栋南的话都是三面通风 这个窗户啊 都做的卷帘 很大 所以这空气相当好 到这栋南里面 可以说基本上闻不到什么味道 舒服的 所以说养牛啊 所以说养牛啊 那个铺呢 也要设计的合理 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这个场地 像这个运动场啊越大越好 让这些牛 小牛肚 没事了 到这里逛一逛 吃一下青草 多好 那下面种的就是 盘根草 有野生的 也种了的 但是种的没有长多少 这一次 只是一点点 这些家伙也会享受啊 没事的时候就到外面晒太阳 这样晒太阳好处 特别是牛肚 一又可以去虫 二也又可以补盖 像这边又更舒服了 全是 桂花树 太阳大的时候 他们就躲在这个树底下 像这么好的场地啊 真的难找啊 我上面那两栋和这栋比起来的话 那要差多了 特别是养母牛那一栋 房子又矮 空气流动不是很好 那栋预肥的还行 但是比起这栋来说还是要差很多 毕竟那个预肥那边的运动场太小了 好